在日本搬家,首先搬家公司要来家里做一次访问,他们要确认客户有多少东西需要搬运,以及此次搬家的详细流程。 大多东西都是客户自己打包,大的家具和家电都归搬家公司打包和搬运,确定好时间和日期,工作人员会准时来到家里。 他们首先会换上一双新袜子,以免外边的灰尘带进来。 搬家要来来回回出入多次,出入多少次就要脱几次鞋,在工作前,他们会把墙壁贴上保护垫,小的东西和杂物装在他们提供的纸箱里,衣服打包会给你专用的折叠衣架盒,这样不仅节省时间,衣服也不会被褶皱,或者是弄脏,到新家也省事,打开折叠衣架,挂到衣柜里就可以了。 大一点的物件,都是搬家公司专用的打包棉垫,包装好,每一件物件都要清拿清放,以免损伤,整理好所有的东西,他们回头擦完地,才会送往目的地。 到了新家也是同样操作,从电梯到新家,墙壁都要粘上保护垫,然后再和用户交流,所有的大件摆放在什么位置,一切安置好,拆下墙上的保护垫擦好地才离去。 感谢观看